一件事,你现在为什么不愉快? 因为你身上没有票,你没钱,你穷 如果你身上有钱,你肯定会过得很快活 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够有钱呢? 一定要做自己懂的事情,做自己在行的事情 但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有什么准备工作呢? 最主要的一点,脱离现在的环境 你就算是一条龙,你天天和御虾混在一起 时间长了,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走失于何瞎了 第二点,在善的方面,一定要做到一正一节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那种可以成为奸诈狡猾 鞋狠手拉角色的能力,但是你可以选择善良啊 第三点,不管是你身边处理最好的人 或者是女人,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把控 为什么呢?因为外人最多说些风凉话 不疼不痒地伤害不到你,越是自己亲近的人 越能让你摔得很惨 第四点,你之前没有好好读书 但是你以后要好好读书,把自己武装起来 从来到外,你身体练得再好 有什么用呢?你宰能打,有什么用呢? 你肚子里没有墨损 不行,你觉得你现在啊,事前是鬼都妥在你 主要是你没有价值 等到你能够给别人创造价值的时候 什么都来了,当然了 你以后也会遭受一些非议 一些嫉妒,那很正常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觉得比你低那么一点点 他就会不停地把你往下拉 因为他觉得伸手就能够得着你 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爬到高高的 把这些人狠狠地踩到脚底下,踩到土里面去 这时候啊,这些人不但不会恨你 还填你的脚趾头,小秘密的崇拜 好看是